食藥是否真的會傷肝和傷腎呢? 食藥會否真的傷到肝和腎呢?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因為其實從西腳角度 我們大部份的藥都是經肝和腎去分解 然後排泄出去 其實藥如果食一會兒 少許的話其實就沒有什麼影響 但最害怕就是一些 譬如有長期病患的朋友 藥糖尿病、高血壓 或者本身他自己的腎和肝都不健康的時候 再加上如果他吃一些相干相腎的藥 譬如止痛藥、消炎藥、類固醇的藥物 就會有危險性 那我想問中藥會否有些都會相干相腎呢? 其實講到這個問題 我想很多人最擔心的是 中藥裡面會否有殘留的農藥 或者一些重金屬 其实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传统煎煎的中药 或者我们一些浓缩的中药 传统煎煎的中药其实经过煲过之后 其实通常很多不同的农药或者一些有害的成分 其实都会挥发了所以就不用担心 尤其是我们如果用一些浓缩中药药粉的时候 他们要经过认证那些 更加能够排除了会有这些有害物质的可能性 所以其实一般来说用中药是非常安全有效的 大家就不用太多担心了